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學長要跟大家講一個欠項,叫做翻角 也可以叫做老流或是老洞都可以 這也是一個新手或是大家在沖煮過程之中 常常忽略掉的東西會導致你的咖啡風味不太正常 甚至會出骨涩味 所以大家最好可以了解一下這個狀況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什麼叫做翻角 其實翻角就是咖啡粉在濾杯裡面的時候 當我碰到水的時候,因為咖啡粉畢竟它還是會流動的 所以當我水放到濾杯裡面的時候 我的咖啡粉會隨著水流移動位置 然後會形成,譬如說會形成一個翻動的一個狀態 那基本上是所有的沖煮都會發生 只是它的劇烈程度不一樣而已 那這樣的狀況我們就叫做翻角 接下來學長就根據這個現象 會分成七大點來跟大家講一講 翻角可能對你的風味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以及你該怎麼樣去注意它 首先第一點,其實翻角這個動作的形成 它會讓你的萃取率增加 因為我們都知道,當物質在水裡面 它進行一個像是外力一樣的這樣翻動的時候 咖啡裡面的風味的萃取物的狀態 它會更快速的釋放 就很像是我們拿攪拌棒 在我們的塞藥湖裡面做攪拌 其實它也類似一種翻角狀態 所以它的風味是會變得比較多的 但是如果你的翻角過分劇烈的情況之下 它也有可能釋放出一些不好的苦澀物 尤其是當你的咖啡粉的細粉是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這樣的狀況會更容易出現 因為大家都知道,細粉如果比例偏高的話 它的萃取狀況是比較快的 那如果你也有更多的翻角的話呢 它更容易跨過好味道,直接萃取到不好的味道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翻角可以增加萃取率 但同時它有可能也是你苦澀味或是雜味的一個來源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那第二個重要概念就是關於翻角的狀態 發生在什麼位置是比較安全的 就是我們一般咖啡在萃取 假設你是萃取兩分半 那可能前面一分半或一分十五秒 我們只會前段,後面可能就是 後面一分十五秒就是後段 原則上在前半段 如果你的翻角是比較劇烈的話呢 是比較安全的 越後面產生大量的翻角 其實是越危險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前半段這時候 咖啡粉還是比較乾燥的狀態 它裡面有很多的物質 而且大部分都是好的物質 即使這時候有比較劇烈的翻角 你的萃取率比較高 你的風味也比較不容易出不好的瑕疵味 但是越到後半段 你的好風味已經萃得差不多了 尤其是快結束的時候 如果這時候你還有比較劇烈的翻角 會導致於說很容易不小心 就超過你的臨界值 然後萃取出比較不好的味道 苦雜味就會出來 所以第二點就是 如果要選擇一個發生的狀態 寧願在前半段發生翻角 越後面其實是越危險的 那第三點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這點大家可能平常比較沒有注意到 原則上你的水位越高 你越容易造成大量的翻角 你的水位越低 是比較不容易造成翻角的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說當我的水很多的時候呢 我的粉在這個水體裡面 它可以流動 可以移動的位置的空間就比較大 所以我水一下去的時候就容易 我如果咖啡粉它本身受到比較大的力量的話 就可能在整個大空間裡面這樣移動翻角 就比較容易形成翻角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會想要減少翻角的話 可以考慮不要讓你的水淹那麼高 然後它是比較不容易造成翻角的 那第二點跟第三點呢 其實就很容易形成一個新手的一個障礙 就是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的在給水 越給到後面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略容易淹水 因為又在後半段容易淹水 而且在那個情況之下 你又造成大翻角 是不是就連帶的形成了比較明顯的苦澀狀態 所以二跟三常常會是新手碰到的困境之一 那這根翻角它的成因 還有它的效果是有關聯性的 那第四點是關於 那如果我們發覺我們有翻角的狀況 那我們要怎麼樣調整呢 原則上第一點是 當你的水是比較大的時候 你的水柱越大 它的翻角的可能性是會比較強的 因為我們可以很明顯知道嗎 水大的時候你就會推動我的粉 讓它在水裡面可能會流動 所以水越大翻角的狀況越顯著 第二點是我的出水的力道越強 因為出水力道強也一樣會推動我的粉塵 然後就進行翻角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的粉塵 與我的出水口的位置離得越遠 就是我給水的時候呢 距離的越遠 它的力道相對也會變強 所以使你的翻角狀況變成加距了 那以上三點呢 都是比較容易做調整 而且比較顯著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的水太大的 或是你的給水力道太強的 還有你的給水離粉太遠的 都可能讓你的翻角的狀況加距 那第五點呢 是關於每一把弧 其實呢 因為它的弧水設計 以及它有沒有擋水片 還有它的弧管設計呢 都會讓你的翻角狀況變得不一樣 所以如果各位 譬如說你有好幾把弧 但是好像每一把弧 它的做出來的風味不太一樣的時候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會不會是這把弧 它的翻角比較劇烈 導致於說你的風味比較多 或者是比較有雜味的話 那可能是弧它的翻角太強了 你可能在控水的時候 要稍微節制一點 譬如說把水放小啊 或者說把弧軟度放小 就可以去回調成 你比較喜歡的狀態 那當然也有可能 弧它的是力道比較小 完全沒有造成翻角 也可能讓你萃取變得比較低 所以有時候呢 當你有多把弧的時候 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切割 去思考一下 會不會是因為弧的個性 導致於翻角的狀況不一樣 讓你的風味有所差異 那接下來呢 最後兩點呢 第六點跟第七點呢 就是當你明白了翻角的 它的成因 以及它的前因後果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利用翻角 來做一些調整啦 那首先第一點是 我剛才也跟大家說了 翻角在前半段的時候呢 它其實增加萃取率 倒不太會出瑕疵味 所以如果我想要利用翻角 來增加我的風味的話 是可以的哦 譬如說後面如果八比 我覺得好像可以更多 現在還不到爆掉 還不會過脆 風味上面還可以再多一點 我可以考慮把我的翻角的狀況 變得更劇烈一點哦 譬如說我把水位拉高 哦 我剛才說嘛 水位拉高翻角就會增加 或者說我把水再放大一點 讓它粉塵吃水的狀況呢 會翻的狀況更顯著的情況之下 後半段的八底可能就會擠得更出來一點 那當然前半段的香酸也是一樣的道理哦 所以當你明白了翻角的成因的時候 你也可以利用翻角 去幫助你增加某部分的萃取率 但是要特別小心 不要爆掉了 那最後一點呢 同樣跟第六點是同樣的延伸 就是我如果要做翻角 比較特別注意的部分在於是 因為翻角這件事情呢 它還是希望讓大部分的粉塵 都能夠同時被翻角 或是同時不被翻角 盡量避免部分的粉有翻 部分的粉沒翻 這樣就代表說 部分的萃取率比較高 部分的萃取率比較低 會形成讓你的味道無味雜成 其實這個是比較不好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要利用翻角來增加水取率的話 麻煩就是盡量試著讓每一個粉 都能夠被翻到 所以你可能在給水的部分 就不能只是給單點 可能要用繞圈的方式 而且每一個繞圈的 它的翻角的狀況 你要盡量去設計 讓它是比較均勻的 不要只有單點 讓它少部分的粉翻角 其實對於整體風味本身呢 影響就不是非常好 而且甚至有可能會爆掉的狀況 是比較危險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關於翻角對於 咖啡風味的一些影響 那當然翻角本身 它是中性的 也有很多高手 它會利用翻角來增加它的風味 但是呢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我希望會建議你剛開始呢 可以先不要有太多的翻角 因為你技術不好嘛 你還不是很懂的情況 等一下 用比較少的翻角呢 去穩定你的品質 好 等到你好像可以控制好你的水了 然後你的風味 你也很清楚的時候 我想要用強一點的翻角 去增加萃取率的時候 再去思考是比較安全的囉 OK 好 那我們關於翻角的這個說明 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對翻角有任何的想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需要再跟大家解答囉 謝謝大家 掰掰